各位路人甲一丙丁 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來談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與切面法分析內力的原理 首先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其實是牛頓三大運動定律中的第三個定律 常見的例子是球棒擊中球 在這個擊中的瞬間我們可以把它分開 我們可以發現分開後其實出現了一對大小相同 方向卻相反的力 其中一個力量是球作用給球棒 另外一個是球棒作用給球 那這一對力量其實是成對出現的 它們同時出現同時消滅 那這是一個集中力的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一個均步力的例子 我們可以考慮有一個方塊放在桌面上 那將這個靜止的瞬間分開兩個物體後 我們會發現有兩個均步力也是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那分別是方塊作用在桌面上 還有桌面作用在方塊上 讓我們看看一個物體內部又是如何呢 首先我們考慮一個正方形的方塊 這個例子我們又要開始帶入切面法 分別有ABCDE五個步驟 現在有一個方塊近平衡受到兩個外力作用 這個兩個外力互相抵消 所以合力是零 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方塊切開成兩個方塊的時候 它們彼此兩個方塊自己也都要近平衡 也就是合力都必須要零 好 現在我們切一個面出來 這個切的方式是一個任意的 切開之後我們會發現裡面其實是均步力 那為了跟這個力量抵消 我們就把均步力的方向設為 跟這個外力是反方向 切開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這個均步力其實是 右邊這個方塊作用給左邊的方塊 而右手邊這個均步力其實是 左邊這個方塊作用給右邊這個方塊 那它們也是一對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內力 所以其實這裡面也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一種應用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把它等效於集中力以後 接下來這一步我們把圖畫在這裡 首先這個是一個切面 那我們找到一個切面方向之後 就可以決定它的垂直方向 然後我們再利用向量分解的原理 將這一個向量去分解成兩個向量分別 一個是垂直於切面 另外一個是平行於切面 那這個垂直於切面的力量有一個名詞叫正向硬力 那正向硬力如果朝向物體內部 我們就稱作壓硬力 那如果朝向物體的外側 我們就稱作拉硬力 那平行於這個界面的 我們就稱作減硬力 第一步驟我們將這個內力分解成兩種硬力以後 再將它還原成均步力 那這個就是我們比較喜歡看到 也較符合真實情況的 也就是它的硬力可以分解成減硬力和正向硬力 那右上角這個是一個 比較接近於真實物體情況的一分吸內力的狀態 首先物體並不會像正方形那麼規則 它是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那它所受的力量也非常的複雜 有各種不同的力量 力有矩還有扭力 那我們隨意的將它切開之後 也會發現它出現了一對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力 分別作用在左邊這個和右邊這個 這裡我把它略掉沒有畫了 那它的減硬力也並不會是均步的 而是有大有小 不一定 那它的真相硬力 有時候可能是壓力 有時候可能是拉力 那它的大小也都是變化非常多 這個是比較接近真實的情況 那在這裡我來綜合幾個內力的結論 首先內力是什麼呢? 就是物體受外力後為了維持自己形狀 所產生出來的硬力 那這個硬力其實意思就是相應於外力 我們可以想像這個物體受外力之後 進平衡不動 為什麼它的形狀不會變呢? 那就是因為裡面其實充滿了各種不同的內力 去將外力抵消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其實同一個材料點 透過不同的切面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硬力態 那譬如各位可以試著以這個例子去切不同的角度 那所得到的硬力態也會不一樣 第二點是 我們不可能直接看外力就可以知道內力是長怎麼樣 因為不同的切面它會長不一樣 所以內力還必須先決定好切面才能決定出內力 那第三點是內力都是一個均步力 那最後一點是內力可以分解為正向硬力和減硬力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拜拜